风干肉是当地居民必不可少的储备 每年的十一二月 当地的牧民就开始准备来年的食物 将羊肉一条一条悬挂在家里阴凉的地方 来年三月 这些风干肉将成为牧民们营养和热量的补给来源 在牧区 羊肉大多都被风干储存 以备不时之需 这种用当地特有的港八羊制作的风干肉 到底是什么滋味 又该如何烹制呢 其实也是做法很简单的 对对对 因为港八羊是清炖煮 最大限度保持它的原汁原味 然后放点盐巴就行 清水炖煮除了盐 任何味道的补充 都会为港八羊的本味化蛇添足 此时帐篷里已经散发出令人垂涎的肉香 对于当地牧民来说 港八羊还有另外一种味道 也是它们不离不弃的 那就是有点像臭豆腐一样的特殊味道 欧洲特别想为我制作一道当地特别传统的菜 叫趴椰是吗 对对对 这趴椰到底是什么呀 趴椰是我们港八这羊的一个特产 把羊炸出来以后把里面内脏取出来 烤了以后把羊毛剔掉 然后我把它洗干净 我看到我面前有很多的这些食材 这些是放在什么里面呢 放在就这个已经处理好的排里面 放在肚子里头是吗 对肚子里头对 然后缝好 缝起来 对缝好 装入这个袋子里面 这放在这里面挂了以后 它有点味道 有点比较脆的味道 腐烂的味道 这种好吃 港八的牧民既喜欢羊肉原汁原味的鲜美 同时也中外发酵之后的特殊味道 在羊肚子里放入牧区特有的香料和辣椒 再将少许盐抹在羊腹腔内壁上 用羊毛线将口封住 这袋子也是羊毛蜘蛛来的 因为它是比较厚你看 对 比较厚 直接不透气 对 不容易透气 对 然后它是比较闷了 有点 就捂在里面 对对对 有点像它捂臭那种 捂臭对对对 好 我们可以放 我们想象那种感觉来 把先羊尾 这个放下来 羊尾先放 这个袋子 好来 还挺沉的 这只羊有多少斤 有十多斤 十多斤 对 口要封上吗 口不用封 就这样 就这样 然后就挂在上面 把它挂在哪 挂在这边就行 挂在那 对对对 帕椰是港巴牧民流传下来的地方做法 将帕椰悬挂在阴凉处 经过三个月的风干 带着特殊味道的帕椰就可以食用 生吃或蒸熟均可 跌扯 流传下来 优优优独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